小球时代,快打旋风,三分不再是锦上天花,而是球队得胜的关键和杀手锏,历史上很少人能够单赛季投进过250多个三杯球,现在联盟却涌现了很多三分神射手,待赛季出手已经高达七八百次了,三分比重明显加强。 得本效率越来越高,要成为一个神射手,没有天赋是断然不行的,当初瘦弱的雷阿伦之所以选中打篮球,就因为他天生自带八倍镜,投篮可以做到百步穿扬,雷阿伦是最为自律和刻苦的球员,他从来不吸烟喝酒,从来不跟毒品沾边,生活非常有规律,天天训练投篮,手感柔和, 以至于他能在纵绝赛灭天改命,得投进三分球,能在退役后还能保持完美的身材,他的投篮的姿势是最标准,三分职业生涯算下来也就百分之四十,他就曾经在超音组时期,搭赛季出手六百五十三次,投进了二百六十九个三分,三分命中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一点二, 雷阿伦最擅长的就是击球跳投,历史级别的射手,哈登的后撤步三分是他的招牌动作,动作简单,但是几副扎伤性,他就曾经在十六到十八连续两个赛季投进三分超过二百五十个,他出手七百多次,能够命中二百六十左右各三分,三分命中率分别百分之三十四点七,百分之三十六点七, 哈登现在已经是联盟最有价值球员了,他单打出色,造大规能力不凡,得分手段很多,就说他的偷射技术,经常能投,一些神仙球,哈登的三分出手很频繁,他不是纯射手,但是比偷手还投得对,他的投篮手感真的很柔和,高中时期他就当过纯投手,应该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吧, 对于投篮也算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,克莱·唐普森是联盟现役最顶级的优质三币球员,有三分有防守,属于冠军兵图示的球员,唐普森算是一个拳投手了,他在十五到十七连续两个赛季三分出手,分别是六百四十七,六五零,能分别命中三百六十八,二百七十六个三分,三分命中率分别为百分之四十一点四和百分之五, 四十二点五,克莱的三分更多是队友的卫兵,在三分性外跑出空位后果断出手,终结进攻效率很高,三分命中率不错,克莱的出手很合理,而且空位三分的机会把握得很好,克莱输出稳定,三分命中率至今保持在百分之四十二点二的水平,准得可怕,如果克莱千许低调, 不争球权,就算是杜兰车来了,他还是输出稳定,如果以后克莱有机会出走,去一直属于自己的球队,克莱就单凭一手好篮,会不会拿个得分王呢? 克莱至今已经四个赛季单个赛季,投进了二百五十多个三分,最好的时候,他单赛季出手,八百八十六次命中四百零二个三分,命中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五点四,疯狂出手三分,命中率接近五成,准得可怕,要知道就算是内线球员, 在内线一个一个的足,命中率也很难达到这么高,库里只需要在三分,线外随手一投,投篮的要求太低,谁都可以投篮,就这样他还能把投篮演力到极致,不愧是能改变联盟走向的球员,库里的运球及停后的三分非常有威胁,把三分变成自己最厉害的武器,放在当年想都不敢想,但是库里做到了,以后也是和雷拉, 一样伟大的射手